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的财报之后我发现到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马来西亚我们这边不杀挂牌的马来西亚的企业 其实是丝毫不会输美国的这些挂牌公司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还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blogger他写的一个文章 他就说因为他在试图要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这位blogger是非常著名的trader 很多股通常他都不会长期持有 他都是买进买出那种trader比较投机的做法 那我记得我看过他的一个文章 因为他是blogger 他就说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trading的做法 是因为在马来西亚 他说跟美国不一样 马来西亚的挂牌公司不可以长期投资 当然我截至今天我研究了股票那么久 包括这些马来西亚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是一些香港中国的财报 其实我也是有看过 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种说法是错的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企业 都是非常适合长期投资 只要很多他们的回报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马股里面其实有相当多家 当然我不一一list出来 我会说在马股里面有很多这些挂牌公司 有些翻了十倍 二十倍都有了 甚至是几十倍以上的 其实是非常多的 问题就在于你自己懂不懂的研究 他们的财报 懂不懂的来选出这些好的马股 当然美股是有很多 像最近我有看一些美国的财报 确实美国好的这些挂牌公司 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如果我真的要投资美股的话 我大概也是知道 我会买进哪家公司了 因为真的 就像投资大师巴菲特说的 你投资之前去看一下这家公司财报 你就大概知道了 这家公司它本身的实力 它的一个未来的前景等等 这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只是要带出来一个讯息了 就是其实马股里面好的公司也是非常多 只要他们的数值其实不比美国的公司来的差 有很多也是长期持有的话 你的财富的这个增长 会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在马股 我们现在所看到 很多这些蓝筹股也好 你说中型股也好 他们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 然后当然就是因为 他们经营到非常出色 这么多年来 他们也是由小变中 然后由中变大 做大了起来 这类的马股 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 你会真的所谓的发达 你肯定会发达 就像巴菲特讲过一句名言 当然他是很有自信 巴菲特这句名言大概是说 我知道我有一天肯定是会变非常有钱的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条件是他要投资在对的公司 他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变得非常有钱 我想在这边鼓励一下大家 不要以为马股只是拿来炒作 拿来投机而已 这是大错特错的 其实有相当多好的公司 在马股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长期投资的 回到疫情 最近印度就非常可怕 在印度那边 他们就发现了所谓的双变种的病毒 OK 那个新的变种 它同时具有两种变种病毒的特征 这是相当可怕的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 最近它确诊的人数跟死亡人数 都飙高了非常非常多上来 然后可怕的消息是说 这种双变种的病毒 已经开始侵入美国了 OK 我觉得美国应该要拉响警报了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很大的可能 美国的确诊的人数 会再度的上扬 OK 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今天全球确诊是增加498,188个人 全球死亡人数今天是增加8,098个人 马来西亚方面 我们今天当日确诊增加1,300个人 死亡人数今天多了5位 那么回到马股 今天又是回调的一天 OK KLCI也跌了5.33点 又跌了一些下来 然后下跌的counter582个 上涨的只有342个 今天很明显 主要是手套 大家非常关心的手套股 当然这几个月来一直在down trend 所以今天不容易 终于有起了一些上来 所以手套股为什么一起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全球现在新冠病毒 有开始升温的迹象 像印度、巴西、意大利 这些国家地区是非常之严重 严重到他们要重新做封锁 OK 然后开始在边界又有一些管制的措施等等 所以我相信 当然很多分析师最近一些投行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报告 也是还是看好手套这个行业 因为相信在今年而言 手套股的盈利的能见性还是非常高 然后他们预期今年的一个 profit也会是非常之标签的 所以今天 当然最近金属的价钱跟往年来比还是走高了 像钢铁、铜、铛、铛、铛等等 所以今天像Darwin 母股还是起了3.5% 它的Warrant A2.1% Connect起了6.8% 它最新业绩YOY是亏少了一些 然后YTL今天也不错起了一个4.3% YTL当然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YTLCman 就是专门做杨徽的业务的 杨徽当然最近被人家看好 因为很多人说 今年马股马来西亚的经济会复苏了 OK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大马的经济复苏的话 那么当然像建筑可能会又要来 OK 最近建筑的股票不错啦 有起了一些上来咯 因为有人说 如果行情好转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constructional project 会颁发出来大型的 OK 可能来自政府 然后像property的板块 最近也是有起了一些上来咯 因为很多人也说 如果经济复苏的话 可能今年房地产会更好做 OK 会有更多的屋子卖出去 可能会launching更多的project等等 所建筑跟property如果复苏的话 那么当然对于CMEN 杨徽的需求当然会走高 OK 这也是为什么啦 最近YTL也是有一些股价上的momentum 当然我本身 OK 不管啊 市场好跟坏 我还是坚持会做这个选股服务 JAMS Stockpick 原因很简单 就是好的股票 你长期持有的话 你还是会赚大钱的 OK 所以这个选股 就是每个星期 我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我会上面 根据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今天 当然非常多我的选股回酬还是非常不错 像Turt Glove顶级手套今天起了9分 OK 因为今天手套股普遍都起了上来 它收在4块7毛7 其实最近EPF都在买手套的股 如果你有注意看announcement的话 像Hata Lega EPF也有买 等等 Cosan EPF也是有在买 OK 当然像Turt Glove也是 之前EPF一天也买进了262万个Turt Glove的股票 是蛮大的一笔 你乘262万股 乘以4块多的话 这种钱 当然EPF 它是有财力 因为每个月 EPF收到的这些人的钱 进去 它的EPF的账户 当然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Turt Glove 之前我选它 它的股价2块02分 它也派了股息 58.9分 So啊 这两年9个多月 也是有165%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6年 Francon 今天收在5块04分 之前我选它 它的股价是71.5分 也派了股息8分 这两年7个多月 也是有616%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会12年你才等到这种回酬 MeTenovation 今天收在4块1毛9 之前我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它的股价1块6毛7 也派了股息10分 这一年10个多月 也是有282%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一个8年 当然还有其他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所以你可以来 Join一下这个选股服务 那么每个星期 你会收到我的一份 这个选股的list的名单 我会根据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像巴菲特大师所推崇的 就是我会去研究他们的财务报表 里面一堆的数字 年报季报 通过这些数字 我会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包括关一层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股息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中长期 这家公司的前景 非常重要 它必须能够有成长的空间 然后也要强调 这不是短期投机的做法 会suggest 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当然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V-share反弹 如果这个疫情 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这些公司 未来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么你赚钱的机会 是相当高的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so非常欢迎 你可以直接来whatset我 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et号码 跟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来跟大家前聊 这家今天第一天挂牌上市的公司 然后因为它是在 还有这个smarket ace创业版那边listing 然后这家公司 它其实还没有业绩出来 它的QR quartery report 季报还没有出炉 最快要等到下个月 它才会有它的季报出炉 然后这家公司 是Vocano Berhard OK 它的code是Vocano 今天它NIT是起了38.6% 非常不错 因为今天是回调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IPO发行价 只有一个35分 OK 35分 所以今天收市 它是收在48.5分 所以对比它的IPO的issue price 它其实起了一个38.6% OK 非常之不错 所以如果你有subscribe到它的话 yes 恭喜你 这个就是所谓的赚快钱 OK 讲到马股的IPO 我们不会陌生 因为这段期间 几乎大部分马股的IPO 都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说 第一天开始的closing price 通常都会比它的issue price 高了好多percent OK 这就是马股最近这个IPO的一个疯狂的表现 所以这家公司 Vocano 它其实是听销的公司 然后它本身的业务 它是制造名牌的 跟这个所谓的 塑料注射成型的零件的业务 OK 所以这一次的IPO很成功 因为over subscribe一个177倍 这是非常疯狂的 OK over subscribe一个177倍 说明很多人都是在排队要去买 当然大部分的人是买不成 因为over subscribe太多了 然后它这一次只是要筹一个875万 OK 非常小的一家公司 所筹出的这笔钱啊 里面的555万 它主要是用来买一些新的机械 买一些新的设备啊 这些啊 机器等等 然后剩下的320万啊 就是它这一次上市的一个费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挂牌很贵哈 啊 起码都要300多万左右的一个费用了 OK so啊 我只能说投行真的是很好赚了 帮一家企业 弄一个挂牌的话 你就有300多万入带 OK 300多万 当然一部分可能是要还给啊 不杀的费用了哈 因为是在不杀那边啊 挂牌上市 当然啊 他的老板接受媒体的采访了 他就说这一次啊 IPO的钱 当然主要 用来啊 买新的机器了 包括一些雷射 即光切割机 OK 用雷射来切东西的机器 然后他们可能会买一些 啊 粘贴机哈 OK 所买了这些机器的话 他那个制造名牌的这个啊 业务啊 他的效率 efficiency跟能力 他的capacity啊 都会有所提高了 OK 所未来 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订单 以更快的速度 能够啊 生产出更好的啊 品质的产品 这是他们的目标 然后他说重点啊 他们也是要扩张 他们在泰国的工厂 OK 他们在泰国有一个工厂那边 因为啊 其实这家公司大部分的营收啦 应该是来自外国咯 如果没有错的话 特别是泰国哈 所泰国 工厂的扩张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啊 这一次啊 挂牌上市 那么至于啊 股息方面啊 他的dividend policy是30% 30%意味说啦 如果他赚一块钱的话 他至少会派一个三毛钱的股息 来啊 回馈他的股东咯 OK 所以啊 当然总的来讲 他因为他的季报还没有出炉 然后他的资料也是啊 非常至少 所以我也是啊 只能讲到这样多咯 不过啊 股价方面表现是不错啦 今天就起了一个差不多39% 啊 一天的时间啊 这是啊 非常疯狂的 这种账符啊 其他公司搞不好 你要等两年才会有啊 把它竟然在啊 一天做到了 so啊 当然讲这样多 还是啊 disclaimer啦 那四个字 就是啊 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啊 买卖支付 是啊 最重要的 好 今天视频分享 我想暂时啊 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让更多人啊收回 也啊 记得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当然最后 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啊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